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生動飲食 如果你是肝腎功能比較不好的 或是糖尿病患者及孕婦的話 最好是有醫生或是營養師的指導下再來執行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聰哥 歡迎來到不專業生童小教室 今天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千張皮鮪魚蛋餅 那我有準備呢 有餡菜 跟雞蛋 還有千張皮 以及鮪魚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呢 將餡菜切斷 然後呢 把鮪魚罐頭倒進去 接著 打幾顆蛋進去 嗯 三顆好了 三顆好了 接著攪拌一下 接著攪拌一下 好 我們現在下鍋 可以倒油 包入一些菜 筷子好一波 接著我們加入一些蒜頭粒 增加它的香氣 然後再加一些鹽巴 好那我們再翻炒一下 讓那個蒜頭粒跟鹽巴可以分散 好起鍋 我們接下來我們要做那個蛋餅 好倒油 OK把油用分散一下 那我們倒下蛋子 鮪魚蛋 然後抖動一下讓它不要沾鍋 好 接著呢我們蓋上千張 然後接一點點 沒有辦法翻了 那就看可不可以結醬包起來吧 翻面 好嘞 好嘞 那再包一張看看吧 隨便 隨便啦隨便啦 就這樣吧 原本是想說 它如果像蛋餅一樣有沒有 底下 黏著蛋 然後我再把中間包餡菜 最後面就很漂亮的感覺 不過既然是這樣 那就加上桌吧 好的 這就是我第一天的 天章皮鮪魚蛋餅 但... 沾鍋所以 已經不是蛋餅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味道 味道非常好 不過... 因為這個皮比較薄一點 也不太好 沾住翻面 不然我們用包的看看 我的包圓 要是 Doll 但是我先來試試看 可以啊 不對 我漫ta 我會試過去 第一天 我會試試看味道 太軟了 像我粉身非常喜歡吃豆皮喔 我覺得這樣子完全OK 吃完了OK那今天的不專業生童小教室呢 千張皮鮪魚蛋餅失敗了 但是呢其實它的味道還不錯OK 千張皮鮪魚蛋餅技術總結 千張皮本身太過單薄不太適合直接當蛋餅皮使用 最好的方式呢是煎好之後再包上去 不然直接煎很容易破碎 現菜呢可加可不加單純的是因為我想吃 那各位觀眾可以依據自身喜好跟改搭配的食物 千張皮鮪魚蛋餅總結完畢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週的進度 今天是生酮第79天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OK血酮是1.4 血糖是73 大概是2.8 2.9 那就是很好跟好之間 不過接近很好 OK那沒問題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74.5 體脂 23.9 內臟脂肪 12 BMI 27.4 記錄帶去1670 OK OK今天早餐呢我是用昨天 買的那個什麼 北京烤鴨的鴨架子 然後 直接去煮湯 然後加上一些豆皮 OK 今天晚餐呢 一樣是用中午的鴨架子的湯 然後我又加上了一些 薰包菇 然後再加一些豆皮還有煸肉 OK 今天是生酮的第80天早上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OK 同體1.0 血糖 79 所以4點多 還在 好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74.4 體脂23.3 內臟脂肪12 BMI27.3 記錄帶去1672 OK 就這樣 今天的早餐呢 就是用昨天的鴨架子湯 然後呢 我又加了一包 那個 蒟蒻麵 這樣就有點像那個 米粉湯的感覺 OK 今天晚餐呢 我一樣是用那個鴨肉湯 然後裡面呢 又再加上了兩顆花椰菜 然後還有幾顆共丸 OK 就這樣 做晚餐 OK 今天生酮的第81天 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OK 同體1.1 好 那我們來血糖測量 血糖82 好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 等於4 4.1 那是 比好再好一點點 OK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74.3 體脂23.6 內臟脂肪12 便癌27.3 記住再去1668 OK 這是第81天早餐喔 今天早餐呢 我一樣是用昨天的那個 鴨肉湯 然後裡面呢 再加一些白菜 還有 煸肉 OK 因為吃了太多次了 想說趕緊把它吃完 今天晚餐呢 我是煮一個泡菜鍋 然後加上松板珠 跟花枝 還有白菜 跟貢丸 OK 就這樣 今天是生酮的第82天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OK 酮體1.3 血糖 血糖81 3.4 接近很好 但是比很好 還差一點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73.8 體脂23.5 內臟脂肪12 BMI27.1 血糖測量1661 今天早餐呢 我就在昨天的那個泡菜鍋裡面 加了一些豆皮 腐皮啦 因為這是沒炸過 然後還有兩顆蛋 今天晚餐呢 一樣是中午的那個泡菜鍋 那今天家人他點的是那個外賣 所以我晚一點還會再吃一份雞排 生酮第八三天 血酮血糖測量 OK 同體0.8 血糖93 那我們來算一下 OK 是6.4 那6.4呢就是比好再差一點點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74.4 體脂23.1 內臟脂肪12 變胎27.3 記錄代謝率1673 OK 今天早餐呢就是用昨天晚上的泡菜火鍋 然後呢架上兩顆蛋 然後直接下去蒸 OK 就這樣 OK 今天早餐呢雖然有吃了一碗那個泡菜鍋 然後 但是還是有點想吃東西 所以我會去 早餐店買了一份透牛起司 然後一片鱈魚片 一份熱狗 跟兩顆荷包蛋 OK 就這樣 今天晚餐呢是外送 那我就點了一份那個 腿褲 OK 就這樣 今天是生酮的第84天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OK 酮體濃度1.1 血糖87 我們來換算一下 OK 4.3 那就是比好再好一點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73.7 體重73.7 體脂23.6 內臟脂肪12 BMI27.1 計較大約1658 OK 就這樣 今天的早餐呢 是早餐店買的一份厚牛起司 然後還有一份卡拉雞 跟兩顆荷包蛋 OK 今天晚餐和家人去聚火鍋吃飯 我點的是麻辣昆布鍋 那主菜呢是雪花牛 配菜有竹輪、蝦子、豆皮、豆腐、魚餅 金針菇、青江菜、高麗菜、蛋餃等等 那玉米呢 因為碳水比較高 我就沒有吃了 OK 今天是生酮的第85天 那我們來血酮血糖測量 那我們今天先檢測血糖 好 血糖是80 就80 除上18 等於4.4 好那我們來測血酮 喔 酮體濃度 0.6 欸今天有點低喔 等於7.4 那就是比好還爛一點點 OK 那其實還是可以啦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74 體脂23.4 內臟脂肪12 戀愛27.2 記得再去166 OK就這樣 這是我今天的早餐 今天早餐呢 是一份 卡拉雞腿排 然後 德國香腸 跟兩顆荷寶蛋 OK 今天晚餐呢 是去便當店買的 一隻炸雞腿 然後 一份 地瓜葉 麻婆豆腐 跟 高麗菜 OK就這樣 本週體重呢 來到了74公斤 這一週呢 減了0.6公斤左右 還算可以 那距離呢 我們目標的 減20公斤 還差8.3公斤 那我們 繼續加油吧 那如果想知道 我到底有辦法 減重到20公斤呢 記得訂閱 按讚 及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疑問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 increment 或者怎麼樣 那時候 我們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可以想想 給他 看 看 你看